五行程式,那這五行程式我講過 前兩行是讓它切換清單 後面三行的話是讓它觸發 那個事件,因為你要run 它才能夠把資料 重新又把它調出來 所以前兩行是 把這五行Ctrl C 然後把它放到剛剛的那個程式裡面的哪個地方呢 把它降雨量,把它貼到 然後,這一段下載氣溫的這邊 改成下載降雨量裡面的 這個等待幾秒鐘的下面這裡 這裡喔,OK 所以喔 那這兩行 是切換清單 這三行呢 是讓這個清單能夠觸發 讓它可以walk 它才會把資料抓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run 其實也是一樣,如果你假設 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雲端上面的程式 複製貼上來都沒關係 然後我建議你可以按F8 F8的話呢就是主行跑 它可以慢慢跑 OK 到這個網站先停5秒鐘 然後一樣呢 去抓什麼 抓 這一個 有沒有 GateElement By ID 特別需要 我們剛剛是什麼 By什麼呢 By TagName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邊的話 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GateElement By ID 前面是 TagName 那另外的話 特別是ID只會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Element 加S有沒有 這邊不會有S 因為只會有一個 ID 不會重複喔 OK 那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 不用TagName 你用ID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用TagName 只是說你用TagName的話 非常麻煩 怎麼說呢 這個東西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看一下 這個東西它會出現在哪裡呢 在這裡 Slate 如果說我今天 我用那個什麼呢 Slate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Slate點兩下 Ctrl C 再Ctrl F 尋找 尋找這個什麼 這個Slate 前面加個小於符號 那在這個網頁裡面的話 就會告訴你說總共有七個 這個網頁裡面 他 這個標籤名稱有七個 第一個在哪裡呢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常是一個註解 這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第幾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 第幾個 這個是縣室 這個不對 這個是結束符號 那這個 這是第五個 第六個location 這也不對 這location是地理位置 在這裡 這個是第七個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 ByTagName 可以做到 可是如果你用TagName 麻煩是你要先做剛剛講的動作啦 OK 就是你要先找 找第七個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TagName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如果你用ByTagName 我這邊先 註解一下 這邊先假設我這行註解 如果你用TagName的話 那你的寫法就是 用這個來參考 你可以 假設一樣是叫LIS 然後呢 去IE的物件裡面找這個TagName 那TagName的話呢叫Slate 就剛剛那個名稱 Slate OK 但是記得喔 你要找的是第七個 那 因為呢 它從零開始 所以應該是多少 輸入6 意思說我要找到是最後一個 這樣其實也可以喔 OK 如果你寫這樣也可以啦 可是喔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麻煩的地方就是你要先去找 尋找一下 然後才知道第幾個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 這麼麻煩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剛剛的那種寫法改成什麼 因為我就看到你有ID了嘛 那我乾脆用ID來抓就好了喔 我就不用 再去算第幾個了吧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那個標籤後面有一個 叫ID等於什麼的話 那你可以用 這個方法 就不需要去算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呢你可以把上面這個 改成 改成 下面這個的話 改成上面這個 OK所以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方式的話我覺得喔 但前提是喔 你那個網頁裡面剛好 要有ID喔 如果你那個 你的標籤後面沒有ID 那也不能這樣用啦 OK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針對 實際上看到的狀況 去做一些調整 OK喔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 讓它可以work一下 把它切到第九個 等一下這個 再讓它跑一下 第四 第九個 目前 IE 沒看到 我把IE掉出來了 IE 如果要掉出來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打一個 Visible 等於 True的話 就輸入1 就出來了 OK IE 其實我是把那一行關掉了 就是 它要顯示出來 那目前的話你會發現喔 這一行跑完之後的話 那就會被切到 本來是在哪裡 本來是在 氣溫嘛 它就會 因為這樣關係 這裡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做完呢 就會切到氣溫了 切到降雨量了 更正一下喔 那可是喔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資料有沒有work 底下資料 15.4 降雨量有這麼低嗎 其實是 因為它只有什麼 這兩行只有切 這個動作 那如果真的要讓底下資料變更的話 就要靠底下這 三行 這三行的話 第一個喔 要怎麼樣呢 建一個Event Event就是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它切換的時候要能夠動喔 OK 動什麼地方動 就是 這個Event 這個事件就是當這個 下拉清單呢 發生改變的時候 Change 然後呢 讓它 去Dispunch 就是 讓它去 Wook一下 讓它 去有點像 真的讓這個地方的清單 變動 之後 把資料抓回來 所以最重要是這一行 有沒有 把這個喔 這個LIS 就上面這個物件 讓它去動一下這個事件 有沒有 有點像這個是主詞啦 這個是動詞 做這件事情 OK 好 Dispunch 有沒有發現 當你執行這一行之後 有沒有看到 底下的結果呢 馬上就按照你現在這個的清單變動 而改變資料了 有沒有 那這個動作呢 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Python來做的話 那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Python的話 裡面還要再用另外一個 套件叫什麼Selene 那真的非常麻煩 我發現如果用 VBA的IEU件 簡單很多 OK 所以蠻推薦 簡單又好用 用不用學 暫時如果你不想要 去花很多時間學Python的話 其實先把這個做好 其實夠你爬的啦 所以你說網路爬的時候 為什麼大部分人都叫你去學Python 主要原因是因為網路上 大部分人分享的比較多 這個為什麼沒有人分享 因為沒有人會用 OK 所以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花蠻多時間的啦 我花很多力氣把它寫出來 免費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其實說 所以這邊人說 才會有人會這樣做啦 如果說 網路上沒有分享 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做的話 那就不會有人想要這樣用 因為這一次入不通嘛 OK 所以這個方法的話 在雲端上 上面都有 那五行 貼上來就OK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網路上面的 這些清單的所有的資料 一個下載之後呢 就下載到 一個工作表 一個就一個工作表 那就上個禮拜最後講了 不過相對的 真的還蠻複雜的 為什麼 因為已經又是什麼 又要下載資料 然後又要切換清單 然後又要在Excel裡面 要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放上去 那真的 有點難度 不過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這麼難的東西 你也做得出來 那表示你真的是厲害了 可是如果你做完之後 很方便 有沒有 所有資料 雖然都在網路上 但是實際上兩下 直接就到你的Excel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大概 其他的話應該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把它全部執行 執行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資料 就全部都在這裡 OK 有沒有 這個是降雨量的部分 那如果有 氣溫 有降雨量的話 那其實 我們要 繪製 那個 組合圖的部分 就不需要 就是手動來 所以後續如果你今天希望什麼 把氣溫 這邊有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降雨量也有了 那如果說我要 批製繪製什麼 之前講過的 淡水 一個 組合圖 安部 一個組合圖 那就可以自動 全部畫完了 OK 所以信息的部分的話 可能後面延伸 也許 請各位視作看看吧 另外的話呢 如果想要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所有的清單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到 一個就放一個工作表的話 也可以視作看 不過難度實在太高了 上個禮拜講 那我又把 做完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 玩玩看 就我剛剛講的 這邊總共好像幾個 這個是第 10 11 12 13 13個 清單 裡面有13個資料 13個表格資料 我希望把13個表格資料 全部 都放到Excel 變成13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名稱 也要按照上面的清單 做出來的話 這怎麼做 OK 畫面先再 還給各位 那先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 來看後面的部分